吉林省卫健委3月7号通报 6号全天新增本地确诊病例54例 其中吉林市42例 对比5号的数据 全省本地新增确诊增加了1.16倍 而吉林市的新增病例更是增长了3.67倍 吉林市昌义区、船营区、高新区范围内7处 升级为中风险区 吉林市封城了 吉林市政府宣布 从7号零时到13号24时的8天时间 进一步强化疫情管控措施 包括全市企事业单位停工停产 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 各类经营场所停业 限制居民小区和各村屯人员出入 同时要求药店诊所停售退热 抗病毒抗生素类药品 并严禁接诊发热病人 吉林火车站6号已发出通知 暂时停办吉林站始发及京停课车的乘车业务 吉林站后车室同时封闭 王女士介绍说 当地本轮疫情 学生是一个主要感染群体 对于当局宣布全市全面停摆的消息 已出差在外地十多天的吉林市民 蓝先生表示暂时不会回家 对于当地疫情的突然变化 蓝先生感到疑惑 因为他出差前完全没有听到当地有疫情的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兰 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